《火山噴發》 火山噴發現在一般是分8個級別 這次噴發的規模大致在5級左右 如果達到6級的話 可能有些島嶼就可能被毀掉了 從地質背景 正好是太平洋板塊跟大洋洲板塊結合的部分 一般都是構造比較強烈的地方 怕是也有深的海溝 其實就是深大鍛煉 也是一個構造的產物 所以這塊應該說是經常發動火山噴發和地震的地方 這次唐家這個火山噴發的話 我們能夠觀測島的火山噴發有那麼三四次了 那麼中間是有時間間隔的 表面上看到靜止 其實在海底的話可能還在活動 只能說是現在暫時在休眠 或者是在相對靜止的階段 也許還能有重新的噴發 但是這個可能還要發生更大的規模的噴發 我倒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它的能量已經消耗一些了 海底噴發 同時它又引起地震和海嘯 火山噴發以後相當一段時間通訊不靈 可能它的磁場就有很大的變化 還有一個相對對生態環境和氣候的影響 它噴出了大量的火山會和火山氣體 然後這種氣體進入到大氣空間以後 能夠形成氣氧焦層 阻擋這個太陽光浮躁 浮躁到地球表面 在學術上叫陽閃做 你這個溫度就會降低 陰雨天就多了 但是這種作用的話是短期的 它對氣候環境和局部地區會有影響 但是對整個全球氣候沒有太大的影響 有的人說可能會擔心 像1815年唐布朗火山噴發 1816年夏天沒有夏天這樣的 其實這個也不可能 火山噴發它另有一個作用 就叫溫室作用 又能阻擋地球 是這個表面釋放的熱量的話 往外面擴散 所以這個應該綜合考慮 看哪種作用比較強 中國離唐漿距離太遠 倒成不了有災害性的影響 全球處在一個構造比較活躍期 現在也處在這個火山和地震 比較發育 比較活躍的時候 還有一些日本學者說 2034年這個長白山要噴發 哇 我也持懷疑態度 但是我也不否定長白山將來會噴發 因為它在1000年前的這種發生過 比這個這次湯家火山噴發的規模還大 1000年前這次噴發的這種地質背景 現在還存在 所以這個它還具備再噴發這種條件 但是具體哪天噴發 噴發多大規模還要做大量的工作 這個才能夠做準確的判斷